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没问题的 死不了的 菩萨就是给他加持 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在修 所以才菩萨给他加持 是的 他跟他的女儿都在修 他的女儿就是我自己 我是1987年属兔子的 我觉得我最近有点恐惧症 师父 你没有什么恐惧症 你恐惧的应该是感情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我有一个男朋友也是同修 然后我许愿不做男女之事了 我就是担心会不会就是这样子不好 总觉得好像对不起菩萨 但是师父这个愿力我肯定会守住的 但是又觉得好像 你这个是什么知道吗 你就等于 我坚决不吃肉了 天天饭前拿个菜就是有肉丝在里边 你说说看你这个手和平时手 你说感觉一样不拉 难不拉 你告诉我难不拉 对不对啊 明白 如果他对方 你们男女年轻 年轻年轻人这种方面要守 你不是折磨自己一样的 所以最好就是干干净净呀 所以为什么要学法师啊 为什么要出家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有时候你干净点就真的清修了呀 那你这里还要假装还要谈恋爱 这里面还要我要清修不能碰 那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啊 哦 师父我错了 我知道就是总是觉得心里面好像又对不起菩萨 但是又觉得好像有这样一个缘分 有这样一个缘分 缘分多呢 你要 我告诉你 你要么就做人事 你要么就做菩萨事情 你要做人事嘛就结婚生孩子 都是人应该做的事情 你要做菩萨嘛就是像法师一样啦 守戒 那看你自己的境界了呀 你要做教授 你就必须一直努力读书 你要说我大学毕业要工作 那么你大学毕业就去工作去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了 师父 别自己瞧瞧自己吧 哎呀 嘴巴里 哎呀 跟男朋友一约会 心里 心里 哎呦 青春荡漾的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不自己给自己折磨啊 哇 别碰我 手不要拉 这个男朋友就想去谈什么恋爱啊 那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清修的话那叫共修 你们又做不到 都是同修 就是都是认可要好好守戒律的 都是同修 那这个本身就在这里面就有矛盾的呀 嗯 你可以 你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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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懂吗 就是说比较累 非常辛苦 明白了吗 嗯 是的 嗯 就是两个人都很想守戒好好修 但是又怕对不起出发这样 那肯定的嘛 早点晚点的 早点晚点破戒的 好了好了 嗯 应该是不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了up 三少说 어 这是重面的 其它 比较 小姊 硬